近几年来 Ferrari 旗下车型开始走向多元化 我们看到了多了 Hybrid 技术的 SF90 然后还有风格与定位截然不同的 Roma 以及设计风格开始比较不一样的 F8 这样的一个新常识在这个一直改变的新世代啊何尝不是件好事 但换个角度想可能有人就会觉得这样的改变就失去了 Ferrari 原有的风味 但觉得这些车款不够 Ferrari 的朋友们不要紧 因为今天我要讲的这台新车它就依然拥有那个风味 它就是刚刚经过进化并来到马来西亚 几乎被人遗忘的 Baby Ferrari Ferrari Portofino M Ferrari Portofino M 是Ferrari旗下一款 2 Plus 敞篷 GT 车型 Portofino 这个车名源自意大利一个优美的海港小镇 听到这个名字的来源相信大概就可以知道这台 GT 的定位了 就比较有优雅风情的一台车 至于后面的 M 是这回才有 它代表 Modificata 也就是意大利文 Modified 的意思 简单的暴力的告诉你 它已经改进进化了 而优雅风情这个感觉就完全体现在 Portofino M 的设计上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保有了许多 Ferrari 的设计元素 像是这个头灯组啊 车身线条等等 都是很经典的一个 Ferrari 但是这回这个所谓的 Facelift 版 它在这个前保险感的部分是有重新设计过的 它的整个前保险感就采用了一个环绕式的设计 并在两侧设有这个重新设计过长得很凌厉的进气口 赋予整个前脸一个很凌厉的造型 其中这个水箱护照的四条 这一回就采用了一个铝合金的材质 整体看起来更显高档 有质感 同时保险感靠近轮拱的部分 还多了一个空气通道来降低风阻 大量的空气会从这个通道被引导到一纸版的这个出风头 改进整台车的空气动力学之一也提升了车侧轮破的美感 来到车尾部分因为这个排气系统拿掉了消音器的关系 让设计师能够设计出一个更为动感的全新后保险感 同时这个扰流器这回也与bumber完全分离 因此车主能够特制定制 Full Carbon Fiber全碳纤维的这个扰流器 这一台敞篷GT采用的是一个硬顶式的设计 好处是它的硬顶能够与车身拥有更为一体的一个造型 而且它的看观速度很快 只要14秒 并且可以在时速40公里以下完成这项操作 Ferrari 这一回还为这个Protofino M 特别设计了这一款20寸的钻石切割双色5伏式轮圈 但是车主们你必须额外选配 这个20寸轮圈也搭配了Michelin Pilot Sport 4S的性能轮胎 尺寸方面前方为245 35而后方则是285 35 而在刹车系统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实车是另外价钱选配了探陶石的刹车盘 前方是390mm 后方是360mm 并搭配前六后四的大火塞刹车卡钳 这个刹车卡钳的颜色你也是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你要的颜色 哦对了还有这个很经典的法拉利厂徽很漂亮是不是 其实它是要另外价钱选配的要五位数那么多 你还可以另外选择首绘的这个法拉利厂徽 请一个画家来帮你画上去 这个选配要价4万令吉 已经是200B的价钱了 Trotofino M搭载的是法拉利获奖无数的3.9公升V8双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在这台车身上可以产生高达620PS的最大马力 工程师透过新的图轮轴设计提升了阀门生成 让它比改款前多了20匹的马力 缝制扭力则维持在760Nm 此外工程师还在涡轮增压器上增添了Speed Sensor 让涡轮的最高转速进一步提升至5000转 带来更多的动力 至于变速箱则有之前的7速更换成最新的8速F1双离合器变速箱 让这款前置引擎后驱GT超跑的0-100加速 只需要3.45秒就可以达成 0-200?9.8秒 足足比改款前快了足足1秒那么多 而急速则是320kmh 除了更快 它的排气系统也是有所改进 它采用了全新的椭圆设计 并取消了两个后效应器 在降低排气被压的同时 排气扇浪也更加悦恶 这个排气系统也安装了最新的汽油颗粒过滤器 工程师透过引擎钢体上的感应器 以及精密的逻辑控制系统 还持续刷新这个过滤器 有效控制颗粒物的堆积 在确保车子满足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的同时 还能带来毫不妥协的动力输出 此外 Portofino M还搭载了Ferrari 最新的SSC 6.0 侧滑控制系统 结合了电子差速器 F1 TCS 循迹控制系统等多项先进技术 也带来一个更精准的操控 而刹车踏板的行程这一回也减少了10% 提升刹车的响应和精准度 相比起ROMA那充满科技感的全新设计风格 Portofino M的内装就依旧保留了Ferrari的风味 你还是可以看到经典的仪表台设计一看就知道是Ferrari 还有这个传统的按键是Push Start Button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过时 因为你还是可以看到中控台的这个10.25寸触屏主机 并且支援Apple CarPlay 但是你要另外选配啦 同时还有360度的摄像头 仪表排方面也是有Digital Display 尽管不是全液晶 但是好处是中间有这个传统的转速表充满了味道 我觉得跑车就是要有机械味道才感觉够热血 你赞同吗 这台实车除了会选配漂亮的碳纤维LED方向盘 黄色转速表 副驾驶触控屏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选项 那就是全套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像是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偏移警示 自动远近光灯 还有带有Stop & Go 低速跟随系统功能的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嗯 这估计是我第一次这样介绍一台Ferrari吧 它也是首款有Magnetuno旋钮的Ferrari GT车型 这回备有5种驾驶模式 多了Wed以及Race 其中新的Race Mode 还有被称为Ferrari Dynamic Enhancer的加强版动态强化系统 让你能够在更安全和更加容易控制的情况下 去享受这辆车的极限 当然 如果你是技术控的老司机 它还有外号死亡模式的 ESC Off-K选择 把所有辅助系统都关掉 进行享受一大利式的荒野 作为一台GT跑车 我必须称赞这个Portofino M的座椅设计 你不要看它薄薄这样 其实它做起来很舒服 一点都不摇疼 支撑性十足而且够柔软 加上它还支援这个电动调整 拥有一个8项的操作 同时 这个座椅你还可以选配通风功能 以及颈部的加热功能 作为一台2 Plus 身形 也就表示这台Portofino M是有后座的座椅的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full size的后座座椅 你勉强只能装东西或者是载小孩子 如果成人要做的话我觉得会有点辛苦 全新的Ferrari Portofino M在我国的售价为99万8千令吉 当然这个不到100万的价格是还没有包括税务 保险还有选配 选配方面Ferrari Malaysia 的传统是你必须选配至少20万令吉以上 而这台新车也配有Ferrari Malaysia 所提供的7年保固 以及7年的免费保养配套 它的价格和相比起Ferrari Roma 其实是贵了一个20万令吉 为什么怀着一个20万令吉选择这台Baby Ferrari呢? 首先它有敞篷而Roma 则是没有的 其实以法拉利的传统来说 一旦超过半年至一年 你没有看到这个Spider 车型的话 那基本上这一款车是不太可能会推出这个敞篷车型的 而Roma 的确是没有 这也让Protofino M 拥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存在价值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相比起Roma 比较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让它不再有传统法拉利的味道 这个Protofino M 就依旧保有我们所知道的Ferrari 风味 更适合热爱传统法拉利的朋友们 你买的不只是性能 还有它那独特的意大利风味 重点是它还是一台敞篷车型 开起来更加的拉风 又能显示身份的象征 哇 讲到这样 我都忍不住想要试驾这台车 好啦 今天的这个尊贵的新车介绍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台充满 适合远方风味的法拉利新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看我试驾它的话 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好不好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